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QE教室 我這個影片要討論的事情就是說 怎麼去Focus的焦點是怎麼去完成你們的學習歷程檔案 那我現在具體的是以這個全球化的影響 這個部分的高中課程的內容來去呈現出說 你在學習這個單元比較高層次的 去表現出你的學習歷程檔案 是怎麼可以呈現出你的心得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有關學習歷程檔案的心得 我在之前的一部影片裡面就已經有說過了 就是有這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講自己的課程內容 再來是交流與回饋 再來是生涯方面的反思 那具體內容就是課程內容 就是你上這一堂課的印象如何 簡數老師上課的內容 還有陳述印象比較深感興趣的幾個單元 最後就是有必要對這個整理課程概念做出概念圖這樣子 好,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讀到的重點有沒有呈現出來 好,這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好,那以全球化的利弊來講的話 整個重點的整理的內容就是像這個 好,這個地方我之前影片當中有去說明的內容 大家只知道它的重點是利跟弊 然後整理的方式還有它強調的重點 最後呢整個核心呈現出來 就是對哪些人有利哪些人不利 好,這個算是課程內容 這個圖所呈現出來算是一種課程內容 好,那再來我們還可以再更高層次一點呈現出方法 是什麼呢?就是交流與回饋 這個交流與回饋的重點 我在之前的心得裡面寫出了這四項 好,那這四項呢 我跟大家提出的是 這四項是自問自答的 你在寫心得的時候 這四項你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老師意思不是說 你這四項每項都要回答 你挑你需要的 你只要這四項的問題當中 回答到當中的一到兩個 那就算是交流與回饋這個程式當中 你有回饋到了 例如說 我發現這學期當中 用什麼學習技巧非常的強 然後你只回答到第二項 就可以了 也可以 好,然後我在之前 在講交流回饋當中 我就特別針對第二項 有做出一個說明 前一個的影片裡面有說明 好,那我這一次呢 特別 特別 講的交流回饋 是用全球化管理來講 你要怎麼回答 一、三、四 然後你看每個單元 哪一項你別的比較好回答的 或是比較好程式出來的 你挑著寫 你挑著寫 好,新的就是這樣子 你這個地方呢 你把它挑著寫來呈現出來 流暢就好了 好,流暢就好了 好,那像我這個例子 我就挑一、三、四 一、三、四 好,那第一項在全球化可以怎麼說呢 我已經知道立跟閉之後 有什麼困難會覺得你疑惑的地方呢 來,我們來看這個地方是 來,課本只有列出好的跟不好的 然後彼此之間的選擇跟調整沒有講 所以意思就是說利大於弊囉 那如果是利大於弊的話 那就全球化就好啦 好,在之前我們講過啦 全球化的觀點就是利大於弊、利大於弊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課本還要全部都列出來講呢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情形 對不對 因為課本大多數根據這個這個課本 看起來的結果都是這樣子的 好,那其實課本都是根據課章去說明跟解釋去講的 你看他那個解答說明 這個他們課章裡面建議老師叫方向解答說明 其實呢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你會覺得更奇怪 什麼呢 課章其實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國中部分的課章說 全球化帶來哪些人的影響 人們有哪些回應跟評價 然後他特別強調說 你在選擇講不同區域的全球化的過程的影響當中 你不要只是特別的推崇 全球化就是好的 不好的一面也要呈現出來 也就是說 老師要注意在交涉段的時候 必須好壞並程 必須要好壞並程 所以這個是在國中階段裡面所說 也就是說全球化不能只是說到好的那一部分 壞的那一部分也要呈現出來 這是一個特別一個地方 好,那到高中地方 貿易就自由貿易的管制跟開放 對哪些人有利哪些人不利 就是會呈現出來 然後呢,高中課綱就更退化了 他不會去講說什麼好跟... 他不會去特別講說要不要全面推崇了 他退化說,好壞可能影響都講出來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就結束了 換句話說 知道對哪些人有利 也哪些人不利 然後呢 大家嘛 其實這就是課綱 課綱講到的一個點 然後 以我老師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講到這個點之後 有很大的洞在那個地方 懂嗎 這個其實也就是 同學們在寫心得的時候 其實可以發揮的地方 懂嗎 你可以變成自己的疑問 你可以變成自己的疑問 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變成疑問之後 不是,你在心得可以針對課綱的內容 提出自己的疑問 做出自己的想法 對不對 但是在做出過程當中 你不可能空中的兒子在那邊 隨便自己去想 這個時候 就出現下一個提問 就是 你就只好 針對這樣疑問 去找答案 你去找了答案之後呢 找的過程當中 你也寫了學習立正答案 而找的過程 跟找的結果 這個就是在回答第三個問題 你是如何進行額外的學習 因為課綱裡面所講的課程 然後老師根據這課程 就交給你嘛 但是丟給你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 有凡事去思考的時候 你不就是開始自己找資料嗎 或者是私底下 跟老師討論的過程當中 發現 開啟了一些不同的可能嗎 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呢 你額外學習的東西 你會發現到 在我們高中的課本 講的全球化 其實後面還有延伸的東西 而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試著 老師這邊丟了一個 課本之外的一種 特別的解答 叫做三角悖論 怎麼說呢 這本書 是真的有這本書 你們可以去博克萊去找一下 我這個圖是從博克萊解來的 我個人也有這本書 老師也這本書這樣子 好 不過這本書是當時 在念書的時候自己特別去看的 好 那這個學者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緩點 我已經列出來了 就是一個國家的主權 跟民主還有全球化 這三角形當中 你最多只能選兩個 你沒辦法三個都要 這叫做 三角不可能定理 又稱為三角悖論 對吧 然後他在這本書裡面去寫出 全球化的這種問題 好 這很神奇 因為課本只告訴你利跟弊 然後有傾向 利大於弊 那又有一種傾向 我們要想辦法通通都要 既要有全球化的好處 又要散出全球化的缺點 但是他沒告訴你怎麼做 他沒告訴你怎麼做 所以這本書其實提出 食物工作 你可能遇到說 他是可能有曲捨的問題 好 那怎樣曲捨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三角悖論呢 來我這邊就說明一下 所以他認為這個三角就是 全球化民主跟主權 三個政權兩個 為什麼 第一個 全球化一定會破壞國內的產業 一定有人 受到損害嘛 受到損害的人 他在民主國家當中 一定會不爽 一定會反叛 一定會投反對票 尤其 執政黨 他覺得我的損失就是 執政黨開放全球化所害的 所以一個在真實民主國家當中 這一些不滿 各行各業不滿的人 一定會積極 進而在投票裡面造成了 政黨問題 好 尤其越民主國家 又有可能 即使人數多一點壓迫 這些受損的人 那也會造成民主國家內部的 政局動盪 所以一個維持國家主權的民主政治呢 他一定要去回應民主全球化制下 所造成的挑戰 好 這個時候 這個國家 他又要再保持 面對全球化當中 我想要怎麼做的主權 例如說 我抗拒全球化這樣的問題 我要回應人民的需求 跟回應人民想法的時候 那麼他一定會把全球化給卡到一定程度上 不能全面全球化 舉個例子 例如說 例如說 開放稻民 一定會找到國內的稻民的農民食然產 然後農民就是我執政黨的貼紙的人 這個時候 我是死要抵擋住全球化 對於稻民的開放 或是拖延他的時辰 對不對 好 那麼 某一些西洋工業 他票很多 我執政黨沒有他 就沒辦法執政 例如說 傳統產業工業 這些東西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一定要讓他全球化 所以 當民一個國家是真的有民主性的 而且要維持一定國家的主權的時候 你 就不可能 完全的全球化 你就不可能 一定會有限制的卡度全球化 甚至像美國 他有能力抗拒全球對他影響的時候 他會耍出一個什麼東西 孤立主義啊 對不對 孤立主義啊 當年國聯 要他加入的時候 他都可以抗拒不要加入了 這種狀況之下 不就是很明顯的一種反全球化的一種過程嗎 好 那現在在川普那個時候所產生出來的反全球化浪潮 不就是也是既要民主要主權之下所產生出來這種現象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 嗯 產生出來的矛盾的一個現象 這一個 好 再來還有一種東西 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想要全球化的好 又要真的認真的去補償那些受全球化損失的人民 那就要維持強大民主國家的治理能力囉 就像歐盟那樣啊 但是這個說國家 他又必須要很敏銳的可以趕快給予補助 稅要抽的勾緊住 補助也要補助對人 這很考驗一個民主國家的治理能力 也考驗民主國家的回應 人民的意見回應過去 你不要去想像有一個人天眾一名都知道人民的苦在哪 不可能的 所謂了解到人民這件事情 一定是不斷的反覆的反應了解 反應了解 反應了解 沒有人那麼厲害 天生什麼都知道 懂得工人也懂得農人 懂得農人又懂得商人 什麼都懂 沒有 民主國家所造成的那種回應就是 各自只懂自己社會上片片的東西 不斷地反應上去 好 那目前就像歐盟這樣 那歐盟他在反應的同時呢 各國就會協調政策 然後協調來協調去 會定出一個歐阿來 一個監督的規則 一個監督的方式 補助的方法 來減少全球化的損傷 可是歐盟就出現一個現象啊 規則 做法跟治理 能力夠強 歐洲國家的能力夠強 Follow的上來 可是很神奇的是 你越Follow的上來 你越發現國家好像都受到歐盟的規範 沒辦法想幹嘛就幹嘛 所以這個時候不知不覺 他喪失一個什麼動機 主權 在歐盟國家就是這樣 他喪失一個主權 歐盟規則的限制 主權不是說完全都沒有 但是多少受到限制 對不對 多少受到限制 所以這種 像歐盟現在出現有一些想要脫歐 或者是想要脫離歐盟 也就是因為發現我的國家主權沒有啦 然後呢 他對於全球化的回應呢 太快了 然後補償又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了一些的動盪 然後就吵著要脫離歐盟 想要拿回主權來解決全球化問題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矛盾當中 你會發現到 當你全球化反應很快 又hold得住國家的民主的時候 你可能喪失的是國家的自主權 你可能喪失的就是國家的自主權 是這樣子 好 再來還有一種狀況 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想要全球化的好處 但是國家應變能力很差 沒辦法回應 精準的回應跟補償那邊的損失啊 那麼國家 又不能因為被人民否決而崩潰啊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又一定要全球化的心情之下 享受全球化好處的狀況之下 又要在全球化之下 保持國家的理性 或說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的 自由度的話 那人民的回應可能就沒辦法那麼好啦 或說你國家自己能力很差 沒辦法對於人民的回應 都回應很精準 那麼至少國家可以做一件事情鎮壓 我不會補助 我不會抽稅 對不對 我不會傾聽人民的心 那至少國家會鎮壓你吧 那我很會鎮壓你 那我國家還叫民主嗎 當然不是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全球化要維持主權的時候 那民主呢 就 吃大便吧 人民就 要忍受全球化所產生出來的 一連串的限制跟痛苦 就像穿上黃金金身一樣一樣的痛苦 這個時候你國家即使表面上是投票選舉 那選舉也都是比較行事 沒辦法深化 懂嗎 沒辦法回應人民的需求啊 對不對 或說表面上有回應 但是你選上那個人 過一陣子他也會欺騙你啊 也沒有回應啊 等到你不少再換另外一個人 啊 我會幫助你這些窮苦的農民啊 什麼 來抵抗全球化 選個兩三年之後 他還是一樣繼續全球化啊 人民還是一樣繼續痛苦啊 這種民主是真的民主嗎 你真的有公投可以制約到這些政治人物嗎 你真的可以用通過更強的民主機制 來限制政治人物實現他的承諾嗎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民主程度也是降低的啊 對不對 也是降低的啊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呢 你的民主化可能就是變得要失去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回想一下台灣 好像三個都要 但是 我們有辦法真的三個都要嗎 好 那這樣的不可能矛盾的解三角 就變成下面這個圖的樣子了 所以你高度全文化 民主政治跟國家主權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國家主權嘛 就可 在這個學者上來看 就不可能全部都會實現 那這種狀況之下 那怎麼辦呢 一種就是想 放棄國家主權 像歐盟全球治理的模式 這是一種模式 好 另外一種呢 像拉丁美洲 高度全球化 可是又要反美 又要美國 有一定的程度的自主性 那人民就要去吃大便了 你就只能說很多全球化痛苦 就變成這樣 所以很多人民已經對他 政治人物無法反映了 或是反映沒什麼用 或反映只是一種 潛蝶子的民族的時候 那麼他們乾脆就是跑去美國算了 或移民跑出去這樣子 到處跑 把頭跑 裝在美洲 拉丁美洲 就是這樣的明顯現象 所以一樣的全球化 歐盟就處理得很好 相較之下 那拉美就很慘 因為他國家自己能力也沒那麼強 對不對 就變成這樣結果 那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我乾脆不要全球化了 就像英國圖 那歐盟 還要逼著我去吃難民的問題 去利亞的難民跟我屁事 我英國居然還要分配難民的名額 就該死了 歐盟規定我幹嘛要 歐盟還規定什麼 環保要多少 減貪要多少 規定一大堆 所以英國人 就開始有一種反應就是 我的國家不見了 我要把英國找回來 你看英國找回來 不是就是要維持這個主權 又要維持這個民主 那你就抗拒全球化 就像是抗拒全球化這種東西出現了 所以全球化 你從這個脈絡上了解 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原來有這種不可能生假的 運作的情況 運作的情況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思考我們台灣怎麼辦 好 思考我們台灣怎麼辦 好 所以你在學習歷程當中 有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給你思考問題是 你在學習這個單元的時候 你學習到的技巧跟能力 幫助你如何思考跟行動 當前台灣的什麼議題呢 所以這個時候你去思考一下 這時候你發現到說 台灣自己本身 可不可以放棄全球化呢 很難 因為台灣從民政時期 和荷蘭時期 開始要上歷史舞台 就跟全球化的經濟密不可分 所以台灣沒辦法放棄全球化 那假設台灣沒辦法放棄全球化的話 那不可能三角定理 假設是無法突破的話 那我們的選擇 是不是就只能黃金景勝儀跟全球治理 兩條路選擇一個呢 兩條路選擇一個呢 所以我們看右邊這個圖 如果無法放棄全球化 你又沒辦法突破三角 好 不可能三角無法突破 那麼我們是不是想盡辦法 不要變成黃金景勝儀 而走向全球治理呢 但是如果說我們 有沒有一種方法是三個都一樣 對不對 既可以民主又可以 國家主權獨立 又可以全球化 有沒有可能呢 那就要去突破啊 那怎麼突破呢 目前的文獻經驗是沒有什麼實證資料 似乎有些困難 好 那也許有突破的可能 那可能也只能在實踐當中去尋找吧 所以 由這樣的議題當中 可以幫助你思考 台灣所遇到的狀況 台灣所遇到的狀況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進行思考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思考一個結論是 我們課本只跟你交立跟必 認知到它沒有用 因為 真正的重點是在於 行動 而這個行動 是有些取捨的 所以 民主的維持 至少你可以要求政府在全球化之下 受損的一方 要不斷的密補損失 好 不斷的密補損失 怎麼去讓勞工不要被 剝削的非常的嚴重 怎樣去維護西洋的產業 不斷的要求 不斷的提出協商的解決方案 然後呢 在先有民主運動的情形之下 再去求說可不可以連主權國家這幾個都要有 好 都要有這樣子 這或許是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好 自己可以透過這個理論所得到的一個結論這樣子 來 那透過這樣的東西呢 可以再更高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生涯凡事 最高層是生涯凡事 就是說 生涯不一定是找工作 如果是找 也是經營自己的人生 所以 生涯凡事更高 好 那我知道全球化這個理論跟我生涯凡事 可以帶出這樣的東西呢 所以 你在寫更高層是到生涯凡事的時候 老師提供你幾個方向去思考 第一個方向是 嗯 我知道 原來看起來複雜的事情 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 什麼呢 不可能三角來畫繁為一件 找到終點 而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找前任的思考當中 我額外 學習的思考當中 我找到這個東西了 然後我發現 原來 遇到一些複雜的生涯思考 我是不是也可以找其他的生涯思考的書呢 對不對 或說我遇到一些困境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一些前任的東西的書 可以畫繁為簡 很重點的抓到重點 來思考呢 而不是在那邊整天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這樣子 然後還不知道怎麼把就算了 逃避人生這樣子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複雜的方式呢 第二個是什麼 人和社會當中 是不是 尤其從不可能三角的 的經驗當中 是不是可以告訴你 一種可能 就是 選擇與取捨 選擇與取捨 而 我 更 學會 取捨之間的思考 而在可能 可不可能當中 也許 透過實踐行動當中 可以知道 有更多的經驗呢 這不就是我們學科 所學習的經驗 帶給你生涯的思考嗎 好 所以老師提供你這方面去思考 就是從選擇化裡面 扯到你的生涯 你說糊爛啊 扯到也可以 對不對 但是你真的寫到這一點的話 那程式跟深度就高很多了 好 那老師提供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希望對大家在寫 學習歷程檔案 在選擇化這個地方的時候 能夠幫助 能夠幫助 好 那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